昨天是美国独立日,很多人开party庆祝节日 可是一名母亲却在party上被儿子连开三枪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昨天深夜,哈里斯县北部的一处公寓发生枪击案 当时住在该公寓的一位55岁的母亲和他的邻居们在公寓门前开party 半夜时分,他22岁的儿子出现在party上 而且言行表现得很奇怪,有可能吸食了过量的毒品 这位母亲和儿子一起回了家 接着,他儿子用AK-47自动步枪在公寓里朝他母亲连开了三四枪 母亲被击中倒地,一些子弹穿过墙壁射向隔壁的公寓 一名16岁的女孩正坐在餐桌旁 幸运的是,她没有受伤 一名邻居听到枪声后,拿枪将杀害目前的儿子当场击毙 闻讯赶来的警察将身受重伤的母亲送往医院 医生给她动了一系列手术 目前她已经脱离危险,以望活下来 目前哈里斯县警方正在调查案件 此案将提交给哈里斯县大陪审团 接着,身边都未知 谢谢大家